白色车子的前轮已经掉下去 右边橘色车子的半个车身 都向洞内倾斜 来停车场查看自己爱车的车主 好傻眼 山西林芬一处停车场 因为受到连续降雨的影响 突然发生坍塌 导致地面停车的多辆汽车掉入坑中 好多车掉下去了 掉了不少 因为那旁边是可以看到那个坑 目击者表示 现场具体有几辆车掉进去还不清楚 但已经一一通知车主移车 并统计损失 而台风狮子山 8号晚上到9号凌晨 在海南文昌沿海一带登陆 强风豪雨 导致海南市区的许多地方塞车严重 整条马路堵成了一条停车场 许多路口还得靠交警指挥交通 才能舒缓车潮 而狮子山带来的强风豪雨 也为香港带来的灾情 工人在岸边加固公共设施 医院除了急诊室 其他看诊服务都暂停 码头作业也停了 港府呼吁民众尽量不要出门 镜头转到福建 一条从天空延传到海面的水龙卷 吓得在桥下的小渔船 加快速度狂奔往前驶离 而水龙卷则一路紧追在后 让拍摄者为小渔船捏了一把冷汗 TVBS新闻谢贤熙 陈向如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